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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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回台下每一位支持我的朋友 謝謝你們寶貝的演員激勵著我 讓我深深的體味道 告訴那加給我力量 男生的享受做得最好最棒 主持人我是1號 Michael 胡一芬 謝謝 哈囉 大家好 再次一個多月來我學習了很多 再後面感謝Sociation製作團隊 給我一個可以展現我才藝的舞台 肯定我信心 我要謝謝我的媽媽教我唱歌彈琴 可以發揮更多勞力激盪 謝謝大家以及朋友們熱量的支持我 我才能站在這舞台上 完成我唱歌的夢想 我會繼續努力的跟風造極 這麼難的機會 我一定會好好保存這個回憶 請繼續為我加油 我是8號 Adeline 胡宇珍 謝謝 能跟著你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2號的小網 Helen 我也想不到 這個這麼激烈 這麼好玩的比賽 這麼快就已經接近尾聲 當我進來SUNCHANTATION面試的時候 可以畫我一個夢想 你做一個母朋友要變成 現在這個夢想已經達成了很大步 我真的很平靜 可以參與SUNCHANTATION 遇到這麼多位工作人員 老師 以及其他參與SUNCHANT BOYS 他們提供給我的訓練 真是補助幫助 讓可以自我挑戰 做過最好的是訓練 莫名 方法 除了我也要感謝 我的媽媽 親戚朋友 以及你們都支持我的支持者 你們各個在我心目中 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所以點得好好保護初一 我也會願意做一個 有陽光氣息 一個有快樂 有謙虛的別人的人 我是2號的送給K sam 多謝 哈喽,大家好,我是喜好三里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的是Science Edition 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己 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我的乌丹老师与南洋老师和清清姐 是他们的鼓励与支持,才使得我在今天能够自信地站在这个舞台上 当然,也要感谢一直以来都在支持我的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是一个非常优秀,他们每个人真的都很辛苦很敬业 为了是能让我们在今晚一次最好的一年展现给大家 与我同台的七位选手,各个真的都很优秀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我学到了怎样去放下自己,在舞台上塑造一个人物 这对于我而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如果生活中没有挑战,就不会有成长 在未来的日期里,我会带着同样的心态 去面对生活中的所有挑战 我相信我在《三十一》中学到了一点一滴 会让我今后的人生旅途,活得更自信,活得更精彩 请记住我,我是Sally,请好,谢谢 大家好,我是Sally,我是Sally,我是Sally 今年我参加了2010 Siren Nation 我很荣幸地成为了八强最终的一员 在这一个多月的训练里面,我不只学到了台上的经验 而且还学到了团队先生 大家今天在座的各位看到的只是我们在台上热力自射的表演 而你们真正没有看到的是我们幕后的工作人员 是他们的努力,使我们能够站在闪掉灯场 我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 给了我所有我需要的关怀与关爱 最后,我要谢谢我的姑姑 两个中华的三年里一直是姑姑照顾我的 姑姑一直支持我的工程里的影响 我想说,姑姑,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第六名,Amanda Hello,大家好 我是Senshin Girl的六号 德鱼家,Amanda 我今天能站在这舞台 从Senshin Nation的出赛到今天为止 这一个多月是我人生旅途中最美好的回忆 不管有没有革命 我在这段期间的训练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不过,我要首先感谢我们 包括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老师 谢谢你们 我从内心由衷地向你们说声 谢谢 是你们让我在这训练中展到自我的信心 以及如何展现做一个花朵的要领 还有演戏的技巧 日后,如果我有机会进入演艺圈的话 那将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我要谢谢我的朋友跟家人 谢谢你们一起来的笔伴 鼓励支持 谢谢你们 谢谢 Number 4, Johnny 大家好,我是四号, Johnny,北多哥 从面试那一天到这一刻 我们经历了四十二 四十二天虽然短暂,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我记住了与我们朝期相处的工作人员 你们辛苦又敬业 我记住了在我们模特表演、跳舞、健身的老师们 在你们的指导下,使我们的才艺更精彩 我深深地感谢你们 在四十二天里 我们四个山川各位喜欢了好兄弟 你们的阳光和自信,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也和四位Sunshine Girls 成为了好朋友 你们的笑容和柔美,我同样不会忘记 那我也不会忘记 所以我的父母在这四十二天里为我的忙忙碌碌 爸爸、妈妈 谢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 九月份,我最要十八岁了 Sunshine Nation只送给我的最有意义的成人里 我有你回关心 I will always remember you 他的经理不要忘记我 四号, Johnny,北多哥 谢谢 第五号,Linda Hello,大家还记得我吗? 我就是五号的Linda 有人说,女人的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年龄 莫过于十六岁的花季 再过十四天就是我十七岁的生日 感谢Sunshine Nation 圆了我的舞台梦 也给了我一份特别的十七岁生日礼物 那就是这带命往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 在这一个半月的学习过程中 让我真正懂得了学无止境 这次经历 便是我日后要更加努力勤奋 去接受一个又一个的人生挑战 比赛尽将结束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没有遗憾 因为我已经渐尽了全力了 我即将和这七位新朋友 及台前路后为我们心情服务的工作人员分开 心里有一些难过 但爱永不止境 我相信我们之间的爱 会让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最后我要说 因为有了这次的经历 让我的十六岁 变得特别的精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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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评判门 都是时候去接商业 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SUNSHINE GIRLS 和BOYS 可以赢我们今晚冠军 还有最佳藏迷奏 可以得主 对不对 等等等等 我都要去接商业 去看一下 没错 辛苦各位评选了 那么其实呢 要得冠军 要拿奖 真的不能只靠外星 我们刚看到那边 很多的才艺 然后呢 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绝对认同 HIPPLE所说的说话 因为如果只是在外形 单靠个学的话 你参加SUNSHINE GIRLS 你绝对赢了 不过可惜你没有参加 也不是真的这件事 跟着要介绍到他的嘉宾 他就有了这些条件 他够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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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较漂亮 还有 他可以自己一首作曲 以及填词 以及他也就是 最初出版的时候 在台湾途国 转展回香港 成功连累到香港的 昌作人地位 很开心 SUNSHINE Nation2010 特地表演嘉宾是 Shin